在2011年,一名妇女上传了一段神秘音频 她录到了天空中传来凄惨的号角声 在2018年9月的黑龙江某地 2019年1月的上海徐汇区 和2021年8月的陕西西安 都有人听到空中那低沉而诡异的号角声 据说有的持续了两三个小时 仅在2017年,全球就有60多个国家 报到了这种天空中传来的未知声响 据说这是上帝按照启示录的剧情 派出了七个天使 开始依次吹响号角降临人间 当第七个天使到达地球的那天 就是审判日 但有人在实验室里复制出了天使的号角声 方法很简单 就是给诗管缠一根湿纸条 加热尾部就会听到呜呜的鸣叫 而在物理课堂上 教授用煤气炉加热一个长筒的内枪 也能让它在直立时发出鸣叫 但把管子转成水平 声音就会消失 但如果拿着水平的管子抛起来 又会继续发声 并且听起来很像天使的号角 所以本期我们就来讨论管子的热声效应 如果诗管靠近末端的位置 有吸热的湿纸条 那么加热区的气压提高 就会推动其中的微小气团一边膨胀 一边向吸热区移动 当气压平衡时 气团虽然失去了推力 但自身的动能推动它继续前进跑到吸热区 这导致气压平衡被打破 加热区变成了过膨胀的低压区 而吸热区变成了欠膨胀的高压区 又开始推动气团返回 同时由于湿纸条从气团吸热 使气团在返回中不断收缩 当压力再次平衡时 气团由于惯性继续前进 又跑回加热区 于是高压区和低压区再次换位 开始下一次循环 由于气团向吸热区移动时 体积在不断膨胀 造成相邻区块的压差出现增大趋势 气团因此获得了更大的推力 使震动增强 当气团向加热区移动时 热量又被不断吸收体积缩小 造成相邻区块的压差出现减小趋势 气团因受到的推力减小 使震动减弱 所以气团在一个运动周期里 依靠加热区和吸热区使震动的能量收之相抵 气团因此能持续往复运动 并且气团在震动中速度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与区块压力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形成约90度相差 造成相邻区块在原地改变疏密程度 所以室管里出现了原地震动的铸波而发生 但如果你想在深夜里弄出较大动静 就要让铸波达到最强 为此室管长度必须是半波长的整数倍 根据这一原理还可在管子四分之一长度的位置 安装储热金属网 一旦加热升温 网子周围的空气团就会吸热膨胀 出现室管中压力震荡的趋势 但这根管子没有吸热区 因此震荡能量收布抵制无法持续 所以要竖起来让底部热空气上升 靠热气流把其中的空气团和胶变的疏密区块强行运走 目的是把储热区让出来 这样小集团的运动速度 就是震动速度和气流速度的叠加 因此观察集团为一距离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就呈现波浪型上扬走势 这造成小集团有更多的时间 持至在铁网附近的高压区吸热 使震动能量得以维持 所以借助数力时的上升热气流 或移动时的迎面气流 相邻区块就能交替改变疏密而震动发声 其声音的频率等于空气的比热比伽马 一般是1.4 乘以空气的气体常数287 再乘以吸热区的开始温度 乘机的平方根处以两倍管子长度 照这么计算 弄一根0.9米的管子 把铁网加热到300K 就会发出大约200赫兹的低音 既然是这样 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山上有个大裂缝 而裂缝深处又有低热 就可能变成大号发声管 音调将和视频里的号角声大差不差